在处理今天的旁边之前我想去回答一位网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他说外汇市场的交易需要看到成交量吗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朋友应该是做过股票的 其实成交量的概念是源于股票市场 那外汇市场是不是需要看成交量呢 其实在我的经验来看 外汇市场咱们不需要过多的去关注成交量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讲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 它其实也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股票市场是吧 发行股票 它有一个股本的一个数量的 对不对 它是可能有一些小的市值公司 可能流通量可能就几千万股 大一点的几个亿 再大一点的几十个亿对不对 所以当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流通盘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筹码 在流通的时候 我们说成交量其实是比较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盘子就这么大 是不是如果某一天成交量可能突然放小了放大了 说明在这个盘子里面交换的人放锁的人 要么少要么多 所以这样去参考的时候其实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的盘子是固定的 对不对 它就这么多筹码在这样的一个市值上流通 所以我们在股票市面 股票的一个市场上面讲 成交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性的指标 那么外汇市场为什么不说成交量呢 因为外汇市场 首先它不是说去发行股 发行这样的一个股票 一样去发行一定的筹码出来 不是 它只是多空的一些合约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一个数量的心智 就看有多少资金在这里做多了 有多少资金在哪里做空了 这个资金在市场上面来讲是无穷大的 是不是 上不分点的 是不是 你有多少资金 你都可以进来参与多空 所以这是一个最本质的区别 所以当你说在外汇市场上面去说成交量的时候 其实它的参考意义就没那么大了 本来外汇市场它的一个流通量 可能这个市场每天就是几万亿美金 所以成交量可能我们不会去过度的关注 那么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